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必须的 是 可是亚当夏娃也得穿衣服 人家也拿个树叶也遮一下呀 遮的那个地方比较引人注意 我跟你说这个我们可以先学一个英文啊 l u x u r y 怎么读啊 luxury 什么意思啊 奢侈品 在所有的英文词典里头最对这个词的解释是吧 都是统一的 叫不叫奢侈 叫奢华 奢华 奢华 但是所有的这个汉英词典里的 解释都是什么呢 可拥有 但非必须 嗯 可是在汉字里面是 奢是大 下面一个折 大的家伙 大的东西 奢侈词是单人编一个多 人 对于每一个人来讲 这是太多的东西 多余的东西 可是呢 这么个多余的东西 这么个可拥有 但非必须的东西 却成了中国女人的必须品 这是 讨伐我的背后的愤态 你要好好地理解 什么意思 我是非常爱女人的 但是我最讨厌的也不叫讨厌吧 我就说 想想情人节静了 心里就就就开始发愁 最近我老听他们女的在那聊 聊这个什么一条钻石项链一千万 好家伙 我发现他们一说呀 这个脸睛就贼亮 闹出大新闻跟明星有关 是吧 我这么一听这个 我就觉得就是是烦呢 当然他们女的也是说说你当然烦了 你买不起吗 哈哈 但是我真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女人哎 我能理解一千万你买套房子 或者你给你给他要一千万的钱 这我都支持啊 但是说你把一千万掉脖子上 你过的什么瘾呢 你一一或者说一千万哎 一千万可以买艺术品了 对吗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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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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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了 古画 对不对 你让人家回答 一千万掉脖子上过什么瘾 你今天到底想要讨伐那个珠宝还是讨伐女人 不是 珠宝和女人 要讨伐一下 就是女人对珠宝的这个情节跟情感 对不对 嗯 你先 我先这样讲 就是说我们不要讲那个珠宝多少钱好了 我们先讲那个珠宝背后的意义 你知道珠宝呢 它是被 有一个印记在上面的 珠宝对女人呢 是有特殊意义的 你先别说特殊意义 郭美 我给你先做一个心理测试啊 心理测试 这 这才有心理测试 请 你根本就是找我来讨伐我 你根本就不是 你连给我讲话机会都不给他 不是 你是代言人吗 你先说你 你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你身上没什么东西 我干 这块表是奢侈品吧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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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的时候远远多于女性 所以生活中脱离不了时尚品牌 二 因为女人更需要归属感 三 因为女人更知道奖励自己 四 因为女人更虚荣 一 而不是 五 因为女人更懂享受 你觉得你选哪一种 不 这条链条还是回到他讲的珠宝的意义 其实我刚才如果你让我把话讲完 其实我也就回答你的问题 我觉得第一 感性 第二 归属感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刚才跟你讲这个印记的问题 干嘛 你被谁打成印记的最近 你记不记得那个广告词 钻石恒久远 一颗有留存 所以你知道珠宝的意义不在于它的价值上面 就是说当我身为一个女人 我再有钱再有钱 对我而言 我绝对不会自己去买珠宝 珠宝一定是要男人送的 并不是我买得起跟买不起的问题 那个是一个男人家租在我身上的爱意 所以这是一种归属感 但是我告诉你 为什么就是爱意 我告诉你 不能通过一张卡片写了情话来表达呢 绝对是可以的 但是你卡片可以天天写 分量是不同的 你卡片可以天天写 一年365天 你一天写一张 千万的项链你是天天买不起的 对 而且重点是什么 所以还有二位 在座二位 你们今天两个跳出来说 我们一人送你一个 五百万的那个钻石 那个项链 我告诉你 我不会收 我还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收 我除非跟这个人 有一个非常深刻的 情感的联系 我才会愿意去收 这样子的一个礼物 送都送不出去 那当然呀 哎呦 不相信 那万一 后来这个男的不好了 不好了 那个这跟一千万的链条 怎么办 怎么处理 因为我们之前初年你会不会还给他 所以你听我说去因为没有人送我 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 但是去年假定 我觉得应该要我觉得应该要还 但是如果那个男人是个男人的话就不会收回去了 嗯哦 因为你知道爱是付出去的爱你是收不回来的 付出去的珠宝是拿的回去的 我也同意 就是这个送了再拿回来有失丰度 对吧 但是呢 我说的是 咱这么说吧 你知道这个跟这个国家的国际的情况也有关系 人家这个最近他们开会了嘛 就是说2009年啊 经济全球经济如此恶劣的时候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这个市场不降反升 比前一年提高了将近12% 你知道已经是96亿美元 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奢侈品全给中国富豪买走了 然后在未来五年 中国现在已经指日可待了 就是会超过美国 现在已经超过日本了吗 会成为全球第一的奢侈品消费国 会达到146亿美元这么大的市场 你说我怎么觉得这个数据 我要画上很大的问号 就是说奢侈品的定义是什么 奢侈品的定义是什么 我告诉你 我买不起的就算 你能不能这么说 就是说很多东西你会忽然之间就买不起 很多我告诉你 在这边有一个很可怜的现象 很多在欧美可能所谓的超市 那种supermarket那种等级的东西 来到内地之后被稍微包装标榜广告一下之后 就大家就趋之若鹜 以为那就叫奢侈品 奢侈品还有分为高端奢侈品跟中端低端的 甚至于有一些可能根本称不上所谓的奢侈品 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个标准在 而且你知道这个奢侈品背后 它是有一定的气氛的 我觉得就是说 有一个人写过一本书叫做奢侈崇拜证 他这个外国人写的 他把一个国家对奢侈品的接受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他用的词很奇怪 叫镇压 好像是初次接受是不是被镇住了镇压 第二个叫金钱之始 第三个叫炫耀 第二个叫什么金钱 金钱的开始 金钱之始 第三个就叫炫耀 第四个叫适应 第五个就最高阶段叫生活方式 现在日本被认为已经到了生活方式 这种第五阶段 而中国被人化的没错 第三阶段就是炫耀 但是炫耀就炫耀成什么了 炫耀成炫耀的跟卖白菜的似的 因为为什么我说他奢侈品背后有点有点气氛呢 你比方说啊 他们有一个人 他们他跟很多朋友啊 都是血贫族 血贫族布满欧洲 很多我认识的女孩子 什么恨得我牙根痒痒 整天五六万块钱 一个包 那还算便宜的 这有其其中有一个人去年春节 春节雪贫上欧洲 他说通向伦敦的火车上 都是中国游客 这个卖那个昂贵品牌的那条街啊 叫什么牛津街叫什么 对对 跟唐人街一样 而且我说啊 他失去了某种气氛 因为什么呢 他比如说到一个什么什么prada 还是哪一个店里 他明显发现呢 这个经理啊 有点这个表情不太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经理忙忙叨叨的一下就捧出12双鞋 虽然捧一双卖一双 但是你明白这个里面很敏感的东西吗 就像咱们过去说的英国仆人一样 他过去啊 他在这种名牌店卖东西 他是有个气氛的 他也不是像买白菜这么个气氛 有个仪式 有个仪式感的 现在突然中国游客挤满了店 他这个跟那个跟个什么一样 他你让他自个都觉得有点没劲 我给你看两张照片 最近天津 说是开这个LV的这个店吗 分店吗 你瞧瞧我们天津人民 你瞧瞧 这像是卖LV的店吗 欧洲人看了就会很吃惊 你再看下一张 这家伙 人人要啊 你说 这个景象在广东道 现在天天看见 香港的广东道你知道 海港城外面 广东道现在基本上呢 像一个菜场一样 他门口有几个地方排队的 四个地方排队的 你猜哪四个 四个地方排队的 就在广东道上 排十几二十个人的队 要进那个店门口 要排队的 游客排队 哪四个店 你猜猜看 刚才这个是一个 LV Lenkafer Lenkafer不排队 都不算品牌的 什么呀 这个 Pr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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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cci Gucci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还有第四个 艾玛 艾玛士 艾玛士他们还不知道 不是吧 他排队了以后呢 进去以后呢 以前呢 说是普通话多 那在香港呢 这个香港人心里很复杂 就是说 其实有点不大开心 就是碰到那个 他现在不是普通话多 他现在方言多 比较宁波话 那边是东北话 那我都要了 都要了 你还有多的吗 这个一排 我全要了 那你这样一来呢 香港的店员 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呢 一方面很开心 因为你想商业很成功 你这样的话 这个 你知道香港现在 以商业力本吗 游客多 赚钱 可是心里呢 其实不高兴 尤其是本地的中产阶级 现在他们就不去 他们躲到别的 比方原方啊 什么地方去 海港城 他们就完全不去 那种逆反的心理 已经转化到 反高铁的游行里去 这个本身背后的 就是追赶世界水平 这个虚荣 这个 这一种动机 是可以理解 但是原因 其次他们说 我问过一个 在内地开 我不知道天津 这个是很成功的 我问过一个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店 开在内地 是没有人的嘛 我说你们开的店 不赔本吗 他们不是 他说是洗脑用的 就是你刚才讲 第一阶段镇压 就是说 他在内地的时候 他用这么高的价钱 使很多人进去以后 被洗脑了 打个比方说 你看到这个包 你在内地看惯了 它是一万块 等到了香港 一看七千块 那还不强啊 这个 就是前面镇压 我听那个香港 一个房地产中介 这个描述 就是说大陆豪客 就那个鸿看火车站下来 提这个行李箱 就看房子嘛 看一高 那个顶层 顶层 上去 上去 那人上去看 行 多少钱 打开行李箱 全是现钞 我的天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是这样的 我愿意把钱 花在女人身上 我觉得这个 你像我有的男人 他比如说愿意 收藏古董 他把钱花在这 我觉得我挣了钱 可以花在女人身上 没问题 要不咱干什么呢 对吧 但是我不太能理解的 就是我反正 我个人偏见 我凡是见着这种 什么 鑽石项链 一千万两 我怎么觉得 有点烦这种女人呢 所以为什么 我可以一直坐在这 你看我 你这我也注意到了 但是徐老师跟我 批评我 他说你啊 这叫不懂女人 说你不懂珠宝 你不懂女人 为什么喜欢珠宝 那你就不了解女人 你不知道女人 为什么喜欢珠宝 你就不了解男人 为什么喜欢女人 是啦 对 赞成 我 那你跟女人 那个快感 她是那个荷尔蒙 那你就happy啊 那你要看到 什么样的女人 你才会 这个荷尔蒙 这个肾上腺素 才会 才会上升呢 我相信你也要看到 bling bling的女生 对不对 你不会看到 就是看到会让你眼前 你什么样的女人 会让你眼前一亮 那样的女人 那样的女人的作用 其实就是跟珠宝 对女人的作用 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 这玩意是女人的春药 女人一看见这个珠宝 哎啥子 肾上腺素 或者是什么素性 磁性激素什么的 就就旺盛 珠宝 她她是实质上 她是一个财富 但她形式上 她又是感情 这个对女人来说呢 这是最好的 两个东西的混合 就是财富 以感情的形式出现 你说你爱我 你到底有多爱我 那难道 给你买几条链子 就说明有多爱你吗 我告诉你 你如果不爱我的话 你肯定不会 买任何东西给我 但是 谁说的 哦 不 我甚至可以买房子 我买房子给你 文涛 你同样一千万 我买房子给你 你就是老土的地主逻辑 女人呢 很早就知道 你买一千万的项链 那后面没有三千五千万的房子 你能买一千万项链吗 你这 这就打说哈 你知道吧 你第一个三张牌 要能出三个S 你后面一定要四个有铜花绳子才能出的 我明白了 这个 你明白了吧 那直接求房子 那太老土了 人类学家 人类学家就一个现象发生研究 就说男女晚上上床之前 往往必须先有吃饭 为什么男人要请女人吃饭 人类学家的研究 这是一种仪式 这种仪式表明在 你想在原始人的那个状况下 有了上顿没下顿 是吧 一个男人请你吃饭 就表示 他不仅能请你吃这一顿饭 你知道吗 你他可以作为你的饭片 这是一种象征 所以为什么女人到时候 哎呀你连个饭也不请我吃 他说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遗传里的东西 按人类学的道理来说呢 项链其实是一个锁链 就是说它是把人锁住的 那女人呢 就希望这个锁链价值要高 铜的不行 要金 金的不行 要白金 要赚 要不然你怎么能锁得住老娘呢 锁得住老娘放荡的心呢 你铜的呢 你就使蛮力气去刷住人 那有多老土呢 你一清了以后呢 那就轻轻的遥控 不是 光美 咱们能不能纯真一点 就是说 你看人家阿凡达 那个纯真的那个爱情 也许咱们俩一块 树上摘一片花 哎呀 这是我送给你的 这不是爱情吗 为什么非要那个什么链子呢 狗链吗 对不对 阿凡达里面还有那尾巴通呢 那个USB 那个心灵相通呀 USB通什么意思 就您有多少财产 我这就均分了 为什么我觉得话题我一点都插不上口的感觉 你讲一讲 就我们的愤懑之情 需要你来说 回应一下 主要是被那个一千万搞晕了 我告诉你 对 这里面绝对有女人的这个虚荣心 就像薛老师刚才讲的 你绝对不会在一个连租房里面 你就算在一个连租房里面 你带上那个 那个一千万的项链 你跟谁炫耀啊 所以那个已经是above很多东西之上了 那个是以完全 那是塔的上面 你当然又有塔的下面 你知道我在那个三联那个杂志上 我看一个一个作家石康 这石康大概也是文人受刺激了 你知道吗 说凭什么我们拿钱那么少 所以他发誓要挣一千万吗 那么他就说他的一个朋友 一千万才够买根链 哎呦 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高 还真是 我跟你讲 这这这这就太可怜了 我跟那些老板们在一块 自工吧 我就说我说我这辈子要能有一千万 我就怎么着 那个老板家看 看看着我 就说 那我赏你一千万 就说不是说 哎呀文涛 你们挣钱挣这么少啊 你知道吗 说的我没法跟人聊 就是 然后就是 那我就说这个 这个石康就讲 他的一个朋友跟他讲 显然是有经验的朋友 就说这个美女 一个男人 必能得到一个美女 只要你给他送贵的东西 他不要 你就送 一直送下去 一直送下去 无一例外的 因为美女会琢磨着 他送啊 通常他能这么一 他有这样的支付能力 最后呢 美女不但收了你的礼 连你的人都收了 给我讲这个泡妞哲理 你说 这需要很大的这个底盘 我知道男人女人的心理啊 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对吧 女人大概不是这么想的 可是咱们从外观的客观现实上 我觉得你不可以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你这一杆子呢 打翻一船男人 也打翻一船女人 我想大家很多人 应该明耳人都知道 你在说什么东西了 但是就是说 因为那个人有那样的财力 他可以送出 一千万的一条项链 那那个女人也有那样子的地方 可以挂一千万的 他有足够的光环 去挂一条一千 我告诉你 我我紧张挂一条一千万的项链出去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会相信 所以你只能挂个干活的话筒 所以我就说 你应该是打翻一船人 今天如果我身边的那个男人 他他如果有一百亿的那个身家 那我会一千万 那我就觉得 我没有 我不会有什么感觉的 但这个人如果只有一百万身家 他去借钱买一条一千万的项链 我会觉得他疯了 但是如果 你也不会感动 我不会感动 但他如果花 他有一百万身家 他买一条一万块钱的项链给我 我可能已经会很感动了 我觉得哇塞 你竟然愿意从你的 这个财产里面的某个比例 拿出这样子的比例来买一条 其实 你带着很同情怜悯的心情 说你才一百万 不不不不 我会感动的 我会感动的 而且我现在发现 这个小女孩 中国这个 你说他们说这个买名牌 在中国不光是什么 你说奢侈品 大学生 说现在好多大学门口 你看 都是那个摆摊卖名牌的 那假名牌 对 但是说明这个女大学生 他也要这个名牌 50块钱一个 但是他都追求要带一个这个 而且真实货 我听我那个哥们讲了 就说你现在 你比如过圣诞节 或者什么情人节 你送给 哪怕是这八年后的 哪怕是大学生 这个小女孩 这个眼睛 你送一个东西 他你看他那个表情 真好 好动人 你明白吗 他知道那是不是名牌 甚至他知道那玩多少钱 你把那个价钱标签撕了 他都知道是多少钱 什么情况下来的 这个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现在有很多很有钱的女人 也买A货 他一部分很值钱的真货 但另外呢 也弄一些A货 因为他有足够的自信 他说我不是买不起 所以他没有这个自卑感 然后他可以翻翻花样 对不对 你刚才讲的 女的大学生 如果看到东西 他表情会这样的话 他大概A是发现A货了 B是他发现 你用了二手货了 不是不是二手货 就是第二流的名牌了 嗯嗯嗯 就现在的问题是 因为跟中国的 你想消费品说 变成世界第二位 很合理啊 跟GDP一样 中国现在第二大经济体啊 中国刚刚超过日本啊 这整体的国力 跟奢侈品 你看是相配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是相配的 你知道吧 不是广美真是 你说他送给你这个很贵的人 我就不明白 过得哪门的瘾呢 是很很开 你比如说你要说 做爱快乐 这事我知道 对吗 可是我不是 做爱也有分技巧的高低 对不对 是啊 所以送礼一样的 就是 所以 你送房呢 你这个 他这女人是怎么 怎么怎么过瘾呢 他怎么开辟呢 你是说 你是说哪一方面 是送礼还是 你比如说 我带块名表 讲实在话 我就高兴五分钟了 以后天天带着 就跟没带一样了嘛 那你这个天天 这样这个天 天天都乐呵吗 其实 就如果我 收了一个这样子的礼画 我根本不可能天天带 我可能三年都带不到一次 我放在保险柜里面 但是那个心理上的满足 是不一样的 但还有 就我有东西 对 还有 就像你买那么多房子 你每个房子 你都住得到吗 你住不到呀 是吧 但是你有房子 你就觉得特安全 看来女人也好囤积呀 那当然啊 囤积呀 不 还会引来 很多其他女人的羡慕 这是非常 欢迎 这个